最近中概股涨得还可以啊 除了我国疫情放开的原因以外 这两天美国上市公司审计监督委员会 PCAOB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说他们已经可以完全的对 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进行财富检查了 当然他们在检查中呢 也发现了中概股的一些会计的缺陷 我觉得这个声明呢 总体来说呢 还是相对比较积极和正面的 因为核心在于啊 他们明确了在审查中概财务这块啊 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来自于中国政府的主力了 即使是现在呢 还发现了一些缺陷和瑕疵 但这些都是正常的 可以弥补的 而且他们自己也承认 正是有这些发现呢 才说明PCAOB呢 可以完全的对中概的公司进行审查 所以说我认为中概啊 在美国退市的风险呢 因为这个声明的出来啊 现在已经变得来很小了 大家同意这个看法吗 这些人都会发现了 这些人都会发现了 但是现在这些人都会发现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感谢观看